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是 我觉得这个病 而且还特别痛苦 不治之症 还得特别疼此 对 所以我妈他们家本家 我妈姓刘 咱们也本家 我妈也姓刘 是吗 咱们家出了个刘太医 你知道吗 刘太医专治癌症 太灵了 网上 我跟你说 书摊上都有刘太医谈养生 刘太医现在很火 网上有刘太医的网站 刘太医就是说 自称咱们本家是明朝太医刘存的后裔 家里有致癌症的秘方 叫控炎散 控炎散 记者就去找他去 开始刘太医不在 就碰见他老婆姓赵的 然后记者就把肺病患者CT片 说您先看看 他老婆推到一边 这东西不用 所有癌症都一个治法 先喝牛蹄筋汤 牛蹄筋汤 然后再用我们这控炎散给你治本 后来记者见到刘太医 我跟你说 说的太神了 咱这引经据典 刘鸿章这人叫 点了根烟 记者就问他 说像肺癌晚期这种病人能不能治呢 刘鸿章 点根烟 不能治找我干什么呢 癌症当然能治好了 美国里根总统的结肠癌 就是我治好的 就是刘家在纽约的诊所 治好的 我还真不知道里根总统是有结肠癌吗 不知道 他不是老年痴呆症 他老年痴呆症 大家知道结肠癌不知道 结肠癌反正是刘家在纽约的诊所 他是不是下桥有一个人名字就叫里根总统 然后你看咱们本家 住在天 这中医理论呢 你知道什么是癌症吗 癌症其实就是个血包 他说癌症呢 本质上像个痔疮 天哪 听傻了 所以说 先要喝牛蹄筋汤 牛蹄筋 你感觉它是不是能包住这痔疮 包住这血肿 然后再用控炎伞 给你搞定 控炎伞是什么材料 组团的 什么药方吗 生山楂木香菊花 每天肩服等等等等 这些 没错 我发现中国特别多特效药 你有没有发现 什么叫特效药 特效药 它这个我们对它形成有特别的文化概念 特效药就是说 有些病就很难医的好 一般人没办法治好 一般诊所也做不好 但是我有这个特效药 而这个特效的东西 背后通常还有一些古方 那么于是这个整个状态就变得很怪异 你想想看 明明我们有些 我们相信医学是在不断进步的 但是偏偏我们相信古方 就等于像武侠小说里面 武功是越古得越好 不知道为什么连医学也是越古得越好 而且它是特效 也不能排除偶然性 当然 但是我觉得我们相信特效药 或者相信这种像刘太一这种例子 就是反映出我们医学尝试多贫乏 就平常你为什么我们病了之后 很多人他想的不是怎么样去了解这个病 他的过程 他的原理 然后我还能够做什么 他没有看这些东西 他反而到处在找这种小道的消息 这很奇怪 就是你不是去找一个 你真正发生了件什么事 你不是想办法了解他 而是不理他 跟着呢 去找一些奇奇怪怪的小的另类的消息 来帮助自己 你这说这个别的例子 我这个 我知道你还有个什么普尔茶的例子 对 因为我前不久买了两块普尔茶的茶饼 那很容易出问题的 你看你知道这事吧 我也是不敢轻易 但是我是真是从一个很信得过的一个记者朋友手里买 他是去云南去做了一番调查 就这个普尔茶的整个的这个情况 然后最后他说你支持一下茶农 而且我肯定这是好的小茶农 卖的有你可以放上五年十年都没问题的 我就买了 然后由此我就知道了 就从他这我就知道了一些 这个普尔茶里面这个名堂太多了 这造假的事情太多了 那什么名堂 因为普尔茶实际上他就是说 他是有很长的传统的 比如说你是有这个古术 是吧 你现在一看好多普尔茶都变成时尚了 都是什么六大茶山 什么古术 乔木 自然 生态 往往的广告上都有很漂亮 年轻的 比如说七双版纳的姑娘 给你的联想都是清纯自然健康的 可是实际上他那个一方面他那边这种普尔茶的种植啊 你要在那种老树茶 就是他是自然生态里边长的 其实是产量不会太高 然后你要他是比较适合于那种小作坊式的生产的 那么他的他不能是大厂 那他他才会好 而且比如说他里边有工艺的要求 有晒清有烘清差别很大的 如果是烘清 你等于把它放在烘干机里边 一百三十五高温 他把里边很多种煤 比如说都给杀掉了 最后这个茶闻上就很香 他压成茶柄以后 他你也看不出来 对吧 但是实际上他就 你比如泡上几次以后就跟水一样 他也不会放的特别长 但是自然晒干他就慢嘛 那慢他就他就产量低 对吧 等等都有关系的 但是他他那种自然晒干的 实际上他是越久越香 他是淡香 有很多这种区别 包括他这个里面就有 就像法国葡萄酒一样 你说一个一个山头 一个山头 他他都不一样 对吧 一块地 他这个茶也是那个山头的 因为他海拔日照 这个这个土壤全都不一样 季节年份 他很多讲究 那你不能像生产可口可乐 是大批量 全都集装生产 可是实际上我们这个云南 就是他为了这个规模效益 他就变成都给 比如森林都给砍了 然后变成那种调更秘质 打茶圆 然后打杀虫剂 就这么就这么生产了 可是最后他挂的那个牌子 他还是那种老牌子 现在其实谁说中国人不会包装了 太会包装了 对 好些人送给我那普洱茶 当然人家送的可能是应该是真的吧 但是我觉得包装那家真叫你不能不信仰 多少是大宝法王 没错 那这个那个就开光 开光 加持 咒语 这个还加持啊 还有大 几世达赖还写了诗 就是这种这 普洱茶什么明朝的时候就往皇宫 也是古的老的自然的 对 钱都往上贴 我跟你说那上面写的字 我的茶还没喝呢 字现在还没看完呢 我整天看 这些 哎呦真会忽悠我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给你看一个照片 最近韩国这个这个全民关注一个长得挺漂亮的一个女学者 你看 这人叫什么深圳俄 这个女的 东国大学 深圳来的 深圳飞来的 长得挺漂亮嘛 你看这小姑娘 美术史副教授 韩国东 东国大学 东国先生的大学 年轻漂亮 一直被称为美术界的灰姑娘 但是现在出了事了 都成了一个什么门了吗 他只有高中学历 但是呢 他自称在堪萨斯大学 夺得学士学位 和那个MBA 然后还得到耶鲁大学的美术博士学位 凭这些伪造的学历 三十多岁就成了东国大学的副教授 结果现在呢 不是被人争出来 弄出来吗 弄出来一问 所有的都是伪造的 耶鲁大学说 他从来就没没在我们这学习过 然后堪萨斯大学说呢 是学习过三年 但是从来没有毕业 就根本没毕业 而且呢 就发现这学位门事件告一段落吧 清瓦台 就是他那总统府 政策室的市长汴梁君 还跟深圳俄关系密切 汴梁来的 汴梁来的和深圳来的 是吧 汴梁来的这位 开始说我跟这事没关系 他深圳来的 是吧 但是呢 检方就发现 你们两个人 还没深圳 我们对 就是说发现 你就洛阳来的和深圳来的 这个之间沟通了上百封电子情书 最后这个就政府人员啊 这个汴梁来的 终于承认 他也跟这个深圳俄造假学历 这事有关 他帮忙造 反正他就说有关 所以你说现在全韩国人爱检讨 一下子掀起全民性的 你知道吗 跟那个文革的时候 人人交代似的 好多名人呢 最近呢 都主动承认 就你主动招了吧 大家都对不起大家 我忏悔 我的那个是假造的 这里边有官员 有学者 有各界名人 自动就不等人调查 自己上门 就自己招了 自己交代 老实交代 就怕现在就给人查出来 对对对 哎呦 但是就说 韩国现在 为什么我刚才就回应你那个问题 韩国现在研究的说 为什么会是这样 他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 韩国这个民族 这些年来 太迷信学历 像疯狂一样的 着了魔一样的 去迷信这个学历 对 文凭 这些东西 对 就你学历这回事 你说造假是很容易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往往啊 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情况 比如像香港 比如说我要去一个公司应聘 应征的话 我说我什么学校毕业啊 他们往往是不看你毕业证书的 美国也一样 我怎么回想 我在美国念过两个学位 你要真的问我 现在说 对 张老师的假学位抱一抱 我可能得 真的得造假了 因为我的真的学历证书早丢了 我都搬了很多城市 对 我也丢了 因为从来没用啊 从来没用 我跟文道说的完全一样 我在美国每次拿到工作 没有任何人问过我 说你的文凭拿来我看看 就相信你 你把你的履历表记上去 递上去 他就信 哪个大学笔 他就信了 他有这个基本的 他也没人去查你 所以按说 你都没有造假的必要 对吧 你说什么 他就信你什么 就像我说 你的支票也没必要造假 你就签一个字 他就信 都不用有什么公章 这什么 所以他这个诚信度 所以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就到了真的 我要回国来应聘了 我这怎么办 我这没学历 但是不是听说 我得花点学校 学校再给你印一个 不是 不是听说国内也有 被人接出来 好多教授 他的假文凭是在美国拿的 那美国 他实际上没有在美国念过书 对 原来美国有写的那种 什么克莱登大学 那是小说的克莱登 他事实上有 现在网上不有些 踢爆某某大学 谁谁谁 你的文凭是美国一个 什么破大学 美国我知道 也有造假中心 那种野鸡大学 我跟你讲 我们叫野鸡大学 美国有培养野鸡的大学 野鸡大学很多 他有时候就一座商业大楼 有一层就叫什么university了 是有这回事 但是问题是呢 他也不是说有个机构 专门给你假文凭 比如说我 我给你弄个什么 野鸡大学文凭 这种事真没怎么听过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 你刚才说到这可能 跟这个整个社会这种 所谓的学位失利眼 有关节 特别比如韩国 包括我们这 就迷信这名牌大学 其实我就觉得 我听你刚才说 这个女的 我真的对她有不少同情 她证明她这么多年 她很能干 要不然早就被人揭穿了 是 可是她必须要通过伪造文凭 才能有这个机会 来展示她这个才干 那你这不是很可悲吗 你这个社会干嘛 要这么失利 对 你比如说以前钱木 就用不着伪造一个 钱木小学教师 有很多人说 你钱木凭什么教国学 是吧 你就想学老师 但是我们现在就搞到 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么没有自信 反正在美国 我说的就是说 我没有必要留这个问题 因为实际上 我觉得在美国应聘的时候 人家也不是 我感觉不太看 你说你是哈佛毕业的 还是什么 在某些领域 可能有些关系 我不是说美国 没有这种精英阶层的 这种意识 但是总的来说 它是要看你的能力 在美国是这样 它那个行啊 行情是很清楚的 你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你拿一个哈佛的政治学的学位 然后来应聘某家大学当教授 那人家就懂行情 就会跟你说了 就说 你们什么什么教授怎么样 最近搞什么 这三两句就出来了 就知道了 这行是很清楚 而且人家也不是看你是哪家大学 人家因为懂行情的人啊 懂到一个地步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可能来的那家大学 比如说不是个好大学 就整体声誉不是很有名 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 大学很多中文没听过 加州啊 有家大学叫Chapman 卓普曼大学 就整体声誉就排到不叫几百名外的 可是你来的你要是懂行情的 你说我是来 我拿了在那拿了一个圣经学学位 我来这当教授 那厉害 为什么 因为这家大学做圣经 古圣经研究是全世界顶尖的 人家是看行情 不是看学校 你比如说我觉得你可能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 很厉害 最厉害的 对吧 那你来这我们请你当代 我就不看你 你下大可能整体声誉还 急不上北大清华 但你这个台湾学研究 这个含经量很高 这说明人家各个单位里管人事的 那是内行 内行 人事也是个专业 咱这一般都是外行领导内行 对 最后就只能 最后内行也变外行 整个全是外行 对 真是 我觉得 英文里有一句成语 你想 就说 说这个人说 he looks good on paper 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就是纸上看着好 对 实际上就是说 他学历可能都挺不错 实际上他不行 对 你让他来真格他不行 对 我们这是反正 只要纸面上好了 又这么多学历 就觉得行了行了 肯定进来了 那这叫外行看热闹 这么多文凭多热闹 是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这事可能跟 个人自由有关系 为什么我没法做一个诚实的人 其实我很希望做个诚实的人 但不撒谎行吗 但诚实的人活得轻松 可是你发现没有 你只要逼迫别人 你只要高压 你只要管管着别人 最后你没办法就说说说假话 因为我们我们你看哈 我们这个人跟人的交往 你发现没有在单位里很多时候 我们太喜欢压倒一切 我的意志压倒你 我是对的 你是错的 我们很少像比如说像西方人 你像美国立国的时候就是说 没有对错 只有你我 你的意见 我的意见 咱们互相妥协 咱们让步 咱们签合约 但是我们习惯于要不就是对的 要不就是错的 好 好比说我小时候我为什么撒谎 我有这个想法 老师说你不能这么想 你这么想 我罚你 对 那你 我不就逼得我撒谎吗 好比说我在单位里 我跟领导 我明明跟你想法不一样 可是呢 你不 我要敢跟你不一样 你 咱们就就不愉快了 而且 你知道吗 那我只能违心 说行行行 您说的对 对吗 撒谎 撒到一个地步 就是大家觉得撒谎不是谎 对 这我 我随便举个例子 是人情失货 对 我那时候 前阵子看 去年时候看 张老师写80年代 然后我看回 我就突然很感兴趣 把那时候的一些书找回来看 家里都不少 你看那时候翻译的那些书啊 其实有很多在撒谎的地方 但那个谎 我们不觉得它是谎 为什么呢 你记不记得 以前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 不是翻译一大堆西方美学啊 什么这种东西出来吗 前面所有的议者序 他都是得这么写说 这本书呢 它是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的 一些思想 怎么样 我建议我们读者呢 必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好好去批判他 怎么样 是 这就是撒谎 对 这怎么不是撒谎 就是你其实你 你认为那些翻译的人 他真心希望读者 站稳马列主义的立场 去批判这本书讲的东西吗 他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观点 跟感情来译成这本书的吗 当然不是 但这是撒谎 但这是谎 大家就觉得很必要 然后读者看也都懂 没人不知道这是谎言 结果就这么一个光天化日底下 这么透明坦白的一个谎言 就在这个作者到读者之间 几十万人之间那么流传 而没人觉得这是个问题 熟视无睹 就像一个过门 你就过去了 大家都明白 这个帽子必须要戴在上面 然后你再看下面的 就是这样 他说我是慈善活动 寄这个公司的开业典礼 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对吧 好 再有一种情况是 即便是很纯洁的这种慈善的 这种晚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很不舒服 每次去主持 回来很不舒服 为什么 我就觉得你比如说 我看见人 有人在受苦 我心里有同情 我捐点钱 对吧 这个东西是非 我很容易明辨 我很简单 可是到了那种场合 我就觉得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 有说是拍卖 我们怎么排卖 实际上都是事先说好的 你捐五十万 你捐十万 都是事先说好的 但是我们要在现场演这场戏 你不能说它是坏事 咱一想 总是好事 扩大影响 要为慈善作秀 也说得过去 可是为什么有些时候 因为中国晚会典礼水平 说老实话 它还挺低 有时候现场 它出现一些混乱 你比如说上次 我就主持一回 开头 他是应该说是捐五十万的 到后来的第二个环节 那个人是预先说好了 要捐十万的 俩企业 但是在具体进行的时候 搞反了 主持人不知道 所以捐十万上来了 然后我这主持人 还给人家递台肩 咱们得会说话 我估计你能捐四十万 就很难了 很难了 知道吗 就等着他说五十万 结果那人也不恋你 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捐十万 我也尴尬 全场鸦雀无声 但是你上面 那你看 你刚刚说那个事 他就是我刚刚说 我们很多灰色地带 就你不知道 这叫不叫谎言了 我们中国人很流行 做这种事 就是你刚刚做那个 这是做场戏吗 对不对 做场戏就觉得无所谓吗 我也有一个经验 也是我去替人家 一个学校 主持个什么东西 一个教育机构 还什么的 结果就我们工作人员里面 有一个同事 那个同事 那个工作人员 他就跟我说 接下来有几个老师 要上台发言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就说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是这几个老师 而不是其他老师 这个选择是怎么样 这个代表性是怎么样 人家会有疑问 然后他说 你就这么说 你说是因为他们至告奋勇 但是我就知道 明明是你挑的 他不是至告奋勇 但是问题是 他是很容易的 就是在想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怎么处理这个 就随便弄个东西出来 反正就对了 但是这你说 他是纯心撒谎吗 他也不叫 他不是纯心撒谎 好事啊 权益之计 但是他基本的这个原则 这个观念是很弱的 他就不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不 就把这个事说过就算了 对 中国人现在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谎言啊 其实是出于这种 得过且过 就是我为了要过这件事 就像刚刚我说那种书的翻译的序 他说过 这件事过了就行了 对 问题是面具戴久了以后 它变成你的脸了 有这个可能 你开始谁都知道 但是他其实长得不这样 他就是戴了一张面具 对 他其实后边是梁文道 你知道 看久了 你就恍发了 你知道 而且他戴我也戴 要不然你都不对了 对 大家都要戴 最后这面具就长你脸上了 对 然后大家就接受了 然后你最后都不知道 这个是面具 你就变成面具了 没错 对 就成国王的新衣了 真出来一个说真话的 你这个人不被接受了 对 你懂不懂该怎么 他在潜移默化当中 这个标准就被偷换了 对 金行是 然后你自己心里都都疑惑了 我原来是扎剑英吗 你会谎范的 你会说其实我不是 我其实是 没错 然后说真话的人呢 就给人骂了 我就说前阵子像王硕 所以我说他有不少话是挺地道 挺真的一些话 那你说出来就这人疯了 对 我虽然说的 但是我不是这意思 所以我听了有人说 对 有人还来赞 我说是 你批判王硕批判的好 他这有毛病了 我一听就急了 不是这意思 他没法 他有很多真知灼见的 是 因为他有真性情 对 所以他其实说的话 至少是他心里想说的 对 所以我就说 他不是齐齐整整给你摆着 为什么常常是逼到人撒谎 因为我能不接受 不允许你 你说你真心想了什么 就是说 对的或者错的 如果是错的 不准你说 闭嘴 但是很少说想 这是你的 我可以不同意 但是 我 对的 对的